5月10日 范范范韦琪出席品牌活动 一身条纹拼接色连衣裙 搭配驼色运动鞋 显得十分有活力 而范范也为之前网友指出 学历造假事件首度发声 她表示 其实自己很想摘除 别人替自己贴上的这个标签 感觉说清楚以后自在很多 不会啊 我反而是一种很relief的感觉 就是 怎么讲 因为我 怎么讲 把这个 把这个 可能也困扰我很久 然后这个标签 别人给我的标签 把它撕掉这样 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很 对自在 随后记者提到范范刚出道时 被主持人称刚才生 她却没有反驳 是不是不恰当 范范不好意思地坦言 自己当时确实没有回答得很好 但一直都很坦荡荡 应该讲说 我 可能就是在 那个时候那个当下 大家就会很自然地 会这样子说 这样 那我 也觉得可能是比较 没有回答得很好 这样 不过一切我都是非常坦荡荡的 而范范的老公陈建中 今天更是出面捍卫她 范范一脸害羞 表示很感谢老公对自己的支持 我知道不管做什么事情 就是 我们是 怎么讲 她 我讲不出她的好话 没有啦 就是很感谢她 这样 谈到母亲节 菲菲和翔翔 给范范送花唱歌 还替她擦脚抹乳液 这样贴心举动 让她觉得很幸福 菲菲想想 对 我自己也是妈妈 对 我讲到我小伙子 他们那个学校 有一个那个活动 前两天 然后就是 妈妈可以去 然后他们做了那个 自己做的花 然后还有帮我擦脚 跟擦那个乳液 再帮妈妈说 谢谢妈妈辛苦了 还有唱 妈妈 妈妈 我爱你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 但是就是 很 很不可思议 觉得 当了母亲 就是 就是 很奇妙 又幸福 又辛劳的感觉 这么观响董事的两个儿子 范范真的很有福气呢 台北报道